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M1电视台的记者采访了匈牙利和塞尔维亚边境的几名移民 他们说 他们想去德国 他们还承认 他们试图跨越边境 但被遣返 病毒学家在M1电视台上提请注意 在匈牙利甚至有40万60岁以上的人都没有接种过疫苗 病毒学家补充说 虽然目前的数据与一年前大致相同 在医院照顾的病人中 接种过疫苗的人很少 这证明接种疫苗的人生病的可能性要小得多 病状也更轻 欧尔班维克多在佩斯伊丽莎白一座新的归正会教堂表示 匈牙利人只能继续作为基督徒 每个新的教堂都代表着为国家的自由和伟大而奋斗的堡垒 总理表示 西游已经放弃了他的文化和知识遗产 放弃了他的未来 他强调 我们匈牙利人一千年以来一直是一个建立教堂的国家 我们的历史告诉我们 匈牙利人是基督徒 一个有边界的国家 却是一个无国界的灵魂 这就是匈牙利 我们不只是一个建庙国家 而是要继续作一个建庙民族 负责家庭的部长在科苏特广播电台表示 家庭的存在不能被覆盖 不能被取代 负责家庭的部长表示 大家一致认为解决人口问题的方法不是大规模移民 而是对家庭的支持 他补充说 巴格欧盟国家的代表也同意 他们将在影响成员国的决策中 共同代表以家庭为中心的立场 今天的新闻节目到此结束 匈牙利国家电视台提醒您注意 接种疫苗 保护彼此 谢谢您的合作